总监歌手金智也要为了传承恩师孙总的精神 打造了全新女团心动女孩 16号四位成员正式亮相 这次除了接下红星自会工艺大使的任务之外 现场当然也要大展实力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K-POP文化 那当然这个会是他们的一个基础 可是我很希望可以把他们训练成一组 全方位的女子团体 综艺或者是音乐或戏剧上面 都可以有很突出的表现 也因为很感谢孙总对我这样的训练 所以我可以虽然我没有到很火红 但是我也真的撑得够久 季晓哥对我们的感觉就像爸爸一样 他其实不只是会教导我们很多 就是工作上要注意的细节 他有一些礼貌的部分 像是我们进入这个环境 我们要注重哪一些 比如说称谓啊 这些都是他就是一步一步教导给我们的 就是用他的身体力行来教导我们 哎呀身体力行 好敏感喔 他本身就是一个模范这样子 是的 因为一定要谦虚要有礼貌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还真的太爱碎碎念了 所以就是同一件事情 他可以讲好多次 最长的 这句话问得很好 当初孙总也是这样在告诉我们的 没有假想低 可是呢我们的香港老板说 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下一个Black Pink 这样